据说马祖在成为怀让,744年促,弟子之前住在横山,在京湖南省,上。 独处亦安为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 怀让,一日将专于安前摩马祖亦不顾。 实际九乃问曰,做什么,诗云,摩坐禅,马祖云,摩砖岂能成净,诗云,摩砖岂不成净坐禅岂能成佛。 古尊素语录,卷一,马祖文言大悟于是拜怀让为师。 因此照禅宗所说为了成佛最好的修行方法是不做任何修行就是不修之修。 有修之修是有心的作为就是有味。 有味当然也能产生某种良好效果但是不能长久。 黄博,西韵,禅师,八百四十七年促,说,摄矢横沙结束行六度万行的佛菩提亦非究竟。 何以故? 未属因缘造作故? 因缘若静还归无常。 古尊素语录,卷三。 他还说,诸行静归无常。 势力皆有尽其。 犹如建设于空力尽还坠。 都归生死轮回。 如私修行不解佛亦须受辛苦岂非大错。 同上。 他还说,若未会无心者相皆属摩业。 所以菩提等法本不适有。 如来所说皆是华人。 犹如黄叶为金钱及指消而提。 但随缘消旧叶末更造新秧。 同上。 不造新业并不是不做任何事而是做事以无心。 因此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以无心做事。 这正是道家所说的无畏和无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